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堂会 预算只有一千万能在哪里买房 换点北台湾新建案总价最低时区 根据资料统计今年1月至5月底 北台湾各县市行政区新城屋 预售屋新建案平均每户总价 以开价计算最低前10名 依序为东山、罗东、三星、大西、圆山、郊西、古节、新峰、壮为、观音 其中以宜兰东山的新建案最容易入手 平均每平总价仅637.3万元 专家表示虽然说近期不少新建案压缩坪数控制总价带 但因房价还将在近年的高点 新建案平均每户总价能低于一千万的区域减少中 如今民众想要用一千万内的预算在北台湾买到新建案 只能往宜兰及桃竹外围区域寻找 今年前5月 北台湾新城屋、预售屋新建案平均每户总价最低的区域是宜兰东山 平均每户总价仅637.3万元 且与去年同期相较 每户总价减少近200万 减幅约23.8% 东山新建案平均每户总价能成为目前北台湾最低 一市区域行情还在二字头 二市区内公寓 后天产品持续吹小宅风 以相对低总价吸引在地零区的首购买盘 在榜单排行第二的罗东 因市区生活机能较完善、刚性需求稳定 以及新供给稀缺等因素 近年新建案的房价已达三字头 为宜兰地区最高档 会贴合当地购物族负担能力 新建案多推出二字三房的公寓产品 让区域平均每户总价降至703.8万元 比去年同期平均每户总价约1,002.8万元 减少近300万元 减幅约29.8% 专家表示宜兰其他区域如三星、圆山、壮围等区 线上建案也都多推出总价1,000万元内的透天建案 或是总价500万元左右的公寓小宅 接引外地、惠州族及本地的首购客 其中五节因今年有告总价百平透天新案进场 平均每户总价被推升至845.8万元 但整体市场仍是以低总价的透天公寓小宅教授欢迎 桃园大西、观音当前新建案房积都在24万元一坪左右 因此二到三房的公寓产品的总价多能压在1,000万元内 大西今年新案基地多,位于都际外区域 因此目前区域平均每户总价价仅约720.4万元 较去年同期的1,036万元,大减约三成 欢迎新推案丰沛且产品多元 从正常规格的透天案到公寓小宅案都有 不过受青浦特区拉台、草榻重化等区域行情上涨 连带时观音今年平均每户总价来到987.4万元 较去年同期上涨234.5万元,涨幅达31.1% 新竹的新丰因全区房价还在二字头 且新推案多为电梯公寓华夏 成为今年新竹平均每户总价少数还在1,000万元以内的区域 此区新建案的总价带也不宜规划过高 否则将打击房市主力客群如工业区就业人口的购物意愿 这个新闻啊,北台湾的一个最低总价的地方 比较多都聚集在中央山脉的另外一边啊 宜蘭跟罗东嘛 那我就突然想到前阵子我们不是有聊到一个新闻吗 就是投资客去花莲大肆的采购 大肆的购买房子 不知道那一个投资客大肆过去的这个消息 是不是真的如新闻讲的那么夸张 宜蘭跟罗东看起来也很有机会啊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还是大西跟观音 因为我觉得他们发行性比较高一点 其实老实说啦 因为现在讲这些区域价格比较低 但跟我住的地方都没关系 所以我也只能看看而已啦 除非说你是 资产之类的 外地要去投资资产 如果说你对于那个区域没有地缘性 或是工作没有相对应的关系 你可能有这个一字头跟你来讲 可能关系也不大啦 只能看看然后羡慕一下 现在又不是短期炒作的市场 所以你如果你要看长期的话 你想要去投资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看看它的发展是怎么样 刚刚讲到几个地方 譬如说在宜蘭 东山跟罗东那个区域 价格我觉得除了卖在地人之外 因为其实你也知道 现在北市也蛮多也过去资产嘛 对啊去度假啊 那甚至有些年轻的 真的是直接买过去了 直接这样开车上班 也有 在那个区域这样的价格 如果说像上一次讲的 有投资客 我觉得不会是大局 应该是有部分有趣 那可能有的人刚好看好 这个市场 他可能可以针对一些外来客 他一定会加价卖嘛 那你在在地客会觉得说 我之前住才多少钱 怎么现在长成这样 但外来客可能他就觉得价格 差不多啊 比起我住的那个地方便宜很多呢 对对对对 因为你在北市某些特定区域 你可能车位就500多了嘛 但是你在那边500多 你可以买一间小宅嘛 对不对 搞不好还配车位给你 就会有这样的价差的状况嘛 那如果说你长期投资 你看得准的话 就是你也未免看得太长期了 因为如果说他现在的房价 还没有拉上去 就代表他跟其他区域比较起来 也许也会发展 但是还会稍微慢一点点 然后再来是他里面有一些东西 他房价也是因为 他去限制平数 让总价下来 假设你今天是拿来投资的 他涨上去 他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人 要跟你接手来买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区域 因为你长到这个价格 那我就不如买哪一边 你把人家推走了 基本上就不是 做短期投资的时间了 但是如果你说 做长期投资 就看你的时间是抓多长 你的眼光看到哪里 那现在这个问题是 有这些的总价比较低 讲出来的 对大家有什么感觉吗 无感啊 但是你对于在地的区域客 他的看法呢 你感觉是好像 我现在是全台比较起来 还有一千万总价内的区域 但你评数给我变少了啊 在地的区域客 可能也是觉得 虽然他以全台均值来说是最低的 但在地区域客 应该还是会觉得被贵到啦 一定会啊 就是长了 因为你会拿来跟之前的比嘛 对啊 好那刚刚上述讲的这几个地方 他在地有没有什么新的 特殊工作机会进入呢 或是商城进入呢 或者是说园区设厂呢 或者是说新的捷运通车呢 对 那你其他的看起来 好像都没有我们上述讲这些东西啊 就朝他那边是有捷运经过嘛 那既然没有这些东西 他怎么上涨 他可能就是 如果你未来开始够远的话 20年后读读看 现在这样的状况 在地人啊 就觉得说 那这个上涨是怎么涨来的啊 被旁边推生来的 对就被外地人涨来的嘛 对啊 就在地人就不舒服嘛 我原本在那边住好好的 就你们这些人来乱一乱 然后有的你真的是爱这个城市 你住下也就算了啦 你没有啊 那你就是来炒作一下弄一弄 然后你就走了 然后留下涨起来的房价 我们在地人买单嘛 所以为什么之前 大家会对于这种短期投资客 这么的反感 高雄也是啊 我觉得很多高雄朋友 哇塞 现在都在愤愤不平的感觉 一定的嘛 因为在地人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换个方式来讲 也就是因为有外来人口 才能够造就一个城市的发展嘛 那最怕就是你只是来捞一笔钱 来钱 只有钱来 就走了 对啊 没有来这边发展 那对于在地人来讲 真的是没什么用 就感觉是财富被掠夺一下 土地不是你的 什么都不是你的 你来这边掠夺一下 增值的一些红利 你捞走了你就走了 最后谁买单 你要说接手投资客的买单 这是一回事 但是在地的人 通通帮这个房市 整体的涨幅买单了 没错 谁受益 可能地主受益吧 OK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